数十位民众身穿自行车服 积满了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曾经义的竞选总部 虽然天空下着小雨 但每位民众都蓄势待发 在曾经义的带领下 即将展开40公里的自行车场征 我看现在游街大概都是敲锣打鼓 然后用车队游行 那其实土树山林并不远 那我们今天规划了40几公里的 这个要骑脚踏车的路程 那因为平常我就是运动咖 那我也爱台湾 在今天我用特别的这个活动 让所有我的支持者 然后能够大家一起踏遍土城 山峡 樱哥 树林这四个地方 那我们一起来运动 来一起爱我们土树山林 鞭炮声响起浩浩荡荡的车队正式出发 路线从土城开始 沿路横跨三峡 银哥树林 曾经义突破传统搭车扫街的方式 要用最热血的行动 向民众展现他的毅力和决心 不仅吸引了许多自行车爱好者 以及热情支持者响应 沿途更是受到许多民众的大力加油 直呼从来没有看过候选人 用这样的方式扫街败票 曾经义则表示透过单车扫街的造势活动 除了更接地气贴近美味民众 更宣示当选后将会建构 新北市完整的自行车道 为新北城市自行车赛做好准备 那我们如果能够透过一个城市的概念 然后建构一个我们新北市的一个 环新北市的一个脚踏车道 自行车道 那未来我们为未来的这种城市外交 举办大型的活动 我们邀请所有世界爱好运动的人 来到我们新北市 这样可以从事我们的城市外交 选战到了最后阶段 扫街败票几乎是每位候选人的必备行程 曾经义以单车行变选区每块土地 不仅成功吸引目光 更希望民众能感受到他为民服务的决心 为他投下宝贵的一票 所谓天空新闻 土城报导